这个题目里面 大概我看一下这个超龄 而且包含就是说 范例档也直接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个预览还有范例档 或者你从我们的 云端百版里面的其他补充范例 在云端百版里面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在入门班里面这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找到这个范例 就是这个 自串切割 用MID与FINE函数 那这里面的话 我也把它截图了 其实怎么做 比如说先用什么 先用FINE去寻找前刮壶 再找后刮壶 再用MID把它切割开来 OK 大概应该知道 大概原理原理 FINE直接就找什么 找它的前刮壶的位置 那前刮壶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超连结的 前面的位置 然后再找那个 其实这超连结的位置 因为超连结前面有个前刮壶 后面有个后刮壶 那我只要找到这个跟这个 我再把中间用MID把它切开来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会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如果它是只有一个 这个切吧 用MID把它切出来 那可是如果说像第七列以后 第七列里面就是一个超连结 两个超连结 那如果你有两个超连结变成怎么样 你要变成说FINE了之后 后面再去FINE第二次 所以第二次的话变成CD两栏有一个前刮壶 E跟F是什么 找后面的这个前刮壶跟后刮壶 那个找两次 如果你要找第三次也可以 不过后面第三次还要再来一次 在后面再两栏 再两栏 不过这样的实际上会太复杂了 那基本上用函数来切的话 它可以切大概一次两次 其实大概就极限 在后面太多的话 会有很多的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VBA 不过用VBA来做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你要想说 同样的逻辑 如何可以改成什么 按下按钮 自动帮我把全部的事情搞定 那逻辑上面 也不复杂 就跟这个一样 那我前面的课程 大概有一致性 就第一个 你要先把回圈告诉他 哪一列 到哪一列范围告诉他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告诉他两个讯息 你要找的前面刮骨 在哪个位置 那在那个函数里面 是用这个所谓的Fy函数 可是在VBA里面 它有一个叫INSTR 这个IN3这个 IN3这个函数的话 它的原理原则 跟Fy函数是差不多的 那也就是找到的位置 找到前面 找到后面 然后在VBA里面 一样有MID函数 所以呢 再利用那个VBA里面的MID函数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做切割 切割之后呢 再把它放在指定的位置 就OK了 所以这边我当然有分享 那个最后做一次的 不过是在 不是在部落格了 如果你要找那个 最后一次 就是说VBA的部分的话 我有把它放在 我那个入门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入门 里面的程式码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假如你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想要知道更多 公司这边都有 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你们自己可以 再去进阶去 那VBA的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这一段 自传切割 那其实呢 如果切一次非常简单 就是forI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一个回圈 然后F1指的是 找那个开头的位置 F2呢 是找结束的位置 然后利用MID函数呢 把它们两个中间的东西 把它切出来 丢到B栏里面 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部分 只有假设它一个超连结 第一段程式码可以解决 可是如果说 它有两个以上的 可能有两个 有三个 有四个 有五个的话 那就要底下这个 自传切割 所有超连结 那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找一次之后 你要往下找 所以这边会有个 所谓的do file 加一个loop 那这个回圈 它基本上呢 跟for回圈 都是所谓的回圈 回圈指的就是 让VBA帮你重复做什么事 但是for回圈 跟do file回圈 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for回圈呢 是开头要告诉他 结束要告诉他 for二到哪一列 你要告诉他一个范围 可是呢 do file回圈 不是告诉他一个范围 而是告诉他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如果你找 有没有 issue 是找什么呢 找那个你的 你要找的那个内容里面 如果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指的就是说 有找到 有找到的话做什么 才去把自传切出来 可是如果说他等于零 意思是说找不到 没有找到那个 后面的那个什么刮活的话 那他怎么样 就跳离回圈了 所以特别注意 do file回圈 最大的差别跟for回圈最大差别是 一个是范围 一个是条件 就这样子 OK 那只是说因为do file回圈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 如果说你有学过 那你应该更快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没学过的话 你可以当参考 因为呢 后面我们 还会再用到do file回圈 什么时候用到呢 就是如果你有多个工作表 多个工作簿 要把它合并成一个的话 比如你有好多个sale 然后里面都有一个一个 个别的工作表 你要把它合并成一个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用到do file 所以大概给各位参考一下 另外还有所谓清除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实作出来 基本上第一个 你就是去把这个范例档 给下载下来 然后是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里面的结构 然后实作一下 那这个是额外给各位的参考 那其他还有像在进阶班里面 有同学有提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思考 有些东西不见得一定要写成 诗才能完成 在那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刚好有一个入门班的 同学有问到一个问题 刚好叫什么 也是跟切割有关系的 叫切割名字 那这里的话呢 我用到了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一般性 似乎是比较少用的 我们称它叫进阶函数 这个所谓进阶函数 你可以看到切割名字 那你可以把这个档案 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开启 里面的话 大概就做什么事呢 打开来 它的需求非常简单 就是把它编起用 这边各位 我们看到 这边是切割名字 是原始档 完成的画面示意呢 就是长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请你在C到G 帮我把这一整栏 等于意思很简单 请你帮我把一栏 变成五栏 应该懂个意思吧 就是本来不是放一栏 那你要把它放在 一二三四五 也就是说 这个高一美放这边 陈二水放这边 陈小美放这边 等于是美五栏放一个 那这里的话 好像感觉有点像 我们之前讲那个什么 资料的什么 分割了 把它分出去 那当然你将来 你也可以不一定说 要分在同一个工作表 你也可以分在不同工作表里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说要做其他变化 那这边有个提示 就是写VBA 可以了 当然绝对可以 可是呢 如果想有东西 就会有障碍 常会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写VBA呢 要怎么做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当然哦 你如果越简单的 就是Ctrl C Ctrl V 那是最 但你可能 你不希望这样 这么慢 这么没效率 那如果说再进阶 那我刚刚上面有提示 请你用三个函数 把它解出来 哪三个函数 其实在云端上面就有了 你把这边就有告诉我 请你用 Index 加Row 加Color 这函数怎么 怎么 我不知道各位守不守 Index 应该用的机会非常大 那什么叫Index 简单讲起来 插入函数里面 这三个函数都在哪里 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 其实里面用最多的 大概就是这个啦 VLOOK函数 不过好像很多人 只会VLOOK函数 其他都不会 那但是检视与参照 不是只有VLOOK 也就是说你要查询资料 不是说只用VLOOK 其实最常用到的 像我刚刚用什么Index 这个是用到的机会蛮大 不过有的时候 它会配合Match 另外一个叫Indirect 那Indirect跟那个Index 最大的差别是 Index必须告诉它 哪一栏哪一列 那Indirect是必须要 告诉它的是一个文字 比如说那个Index 是哪一栏数字 哪一列数字 那Indirect是要告诉它说 比如说A1的话 就是给它 就是A1就对了 必须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串 这感觉 这感觉 有点像Index 有点像Sales 那个物件 然后Indirect 有点像Range 如果你有对这两个 有意义 那其实这一题 Indirect也可以做出来 只不过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用这个Index 来处理的话 那怎么做 基本上我要抓这一个 那特别是Range 先给它什么 给它这一个 这个范围 Ctrl Shift向下 先选A1 然后Ctrl Shift向下 好 我先把这个范围 先选定之后的话 再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下要向右 要向下 那他会问你说呢 你这个储存科里面到底要抓这个来源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是资料来源 有点像资料库的Table Table在哪里 那请问一下 你要抓那个来源里面的第几篮 第几列 那当然这边是第一列 那篮的话应该第几篮 第一篮 为什么 因为它只会有一篮 来源 特别是这个问的问题是指的是来源的 第几列 第几篮 应该懂那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按确定的话呢 那当然就会抓到高一枚 那如果下一个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这个地方改成二 对不对 那再来就改成三嘛 有没有 一种类推 可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快速向右 他就会去抓 自动会变动呢 向右填码 这个地方 恐怕各位呢 要就是答案应该就是刚刚后面两个函数 就是column跟Raw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向右 他可以慢慢增加就是12345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column column函数 C-O-L-U-M-N这个函数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column你现在如果后面刮符没指定给他任何的那个储存格的话 他就会去抓你现在储存格的位置 的哪一栏 回来的话是一个数字 所以呢回来、基本上因为我们在C栏 C-O-L-U-M-N-C-O-L-U-M-N-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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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M-N-O-K-O-L-U-M-N-O-L-U-M-N-O-K-O-L-U-M-N-O-N-O-S-O-M-9-E- terr케이 hoffeвал 剛好就高一美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向右填滿 你會發現陳二水 然後陳小美一直往下 但是如果你現在向下填滿 他還是會抓同一個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這個後面再動一點手腳 加上什麼呢 加上因為你要美五藍 五藍就是一個單位 所以你可以 假設我今天的邏輯是一到五 第一列 下面的話應該是多少 再加五 所以是六到十 再下一個就是再加五 十一到十五 就是他指的是位置 那我有什麼方式呢 你會發現如果用五來看的話 基本上一到五 這個是他的原來編號 那也就是如果他跟五的關係 是加上五的幾倍 零倍 這個是後面加上什麼 也是一到五 加上五的幾倍呢 五的一倍 再來的話加上五的兩倍 哎 那基本上一般我的思考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下面呢 讓他可以自動幫我增加多少的倍數的話 我的習慣是會加一個raw 利用raw呢指的就是我現在在第幾列 那因為我現在在第一列 所以把現在的列數給減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第一列的時候呢 我不需要乘上五 五指的是倍數 那特別注意啊 我的習慣是前面是他原來的編號位置 一到五 反正一整個第一欄 反正就是都第一欄 一到五欄 然後呢 第一列的時候呢 不需要加五的倍數 所以呢 就把它減掉 那可是如果你將來呢 往下拖拉的時候 列號會增加 它會變成第二列 二減掉一 剛好乘上五 特別是一定要把它刮五 先減 乘上五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 就是加上它的倍數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剛好就六 六到十 那再往下第三列 三減掉一 剛好怎麼樣 就是剛好二嘛 二乘上五 剛好就加十 所以呢 後面的部分呢 剛好就是它的倍數 要加上五的幾倍 如果利用這樣的原理 做出來就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向右 向下 OK 你會發現呢 剛剛好 有沒有 它全部應該抓到那個 怎麼黃俊豪吧 應該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往下抓之後 它因為抓不到參考 因為往下就沒有東西 所以抓不到 它會告訴你reference的錯誤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 剪下來 然後再 這個呢 如果說你要避免那個錯誤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公司先剪下來 最後呢 再利用什麼 用那個邏輯裡面的那個 叫ifl去做什麼 做過濾 也就是說如果呢 有錯誤的話 因為ifl會過濾掉那個reference錯誤 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呢 那幫我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空置串 那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那就輸出原來的東西 OK 應該懂那個ifl的作用吧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我如果 往右填滿 打勾 這個剛剛 這個剛剛貼的時候 等號不能貼 OK好打勾一下 再一次 剛剛剪好像剪太多了 應該 這個多一個雙等號 OK 剪的話呢 不要剪到等號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 就是剪 把原來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地方剪下來 然後呢打勾 OK 還有 向下 那reference錯誤的話 因為有ifl 放開的話 他就自動幫我顧慮掉了 就完成我們要的 當然這個部分 是完全不需要寫VBA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作用 當然如果說將來呢 你要跨工作表 比如說這個東西參考 他不是在目前的工作表 而在別的工作表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 只是要怎麼變化 我想可以再思考一下 因為剛好呢 我們現在講的 跟什麼呢 跟工作表 跟參照有關係 所以我補充說明一下 有關index 再加上color 再加上roll 最後外面要過濾的話 多一個ifl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因為 有相關聯 所以我就講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 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的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你應該是入門的 這個部分 可以把它練習一下 然後再 我剛剛用這個 切割名字 用那個index 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底下也有一個程式嘛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剛剛的 剛剛的那個程式部分的話呢 也已經 在上面了 OK 那至於呢 如果你要把它寫成VBA的話 有沒有辦法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我上面是剛好 是這一次上課同學問的 所以我覺得VBA部分呢 還沒把它補上 不過如果你把它寫成VBA 當然可以啊 謝謝